第13題下圖為小迷敲擊甲乙丙丁四支音差所產生的波形圖 請問哪兩支音差可產生共振的現象 老師上課強調過可以產生共振必需要同頻率 我們從甲圖看出來我們的0.02秒的時候呢 產生了兩個波也就是0.01秒會產生一個波 我們的以圖呢大概是0.03秒會產生一個波 而我們的丙圖呢是0.01秒產生一個波 而我們的釘圖看起來比較奇怪 看起來像是0.02秒呢產生了1.5個波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我們的同樣時間產生的波數 也就是頻率是我們的甲跟丙是一樣的 因此第13題問我們說 請問哪兩支音差可以產生共振現象 我們答案選的是C甲丙